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內部報告 一些軍隊幹部認為 經濟生活緊張 中央要負責 共敵二代爆猛料 地下黨在這兒達40萬 周恩來好大嫂家破人亡 綜合報導 危險迫近 差90米就撞上 中飛4艦艇再爆衝突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7月6號 星期四 歡迎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內部報告 一些軍隊幹部認為 經濟生活緊張 中央要負責任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7月4號 中共人民日報在其頭版的重要位置發表宣傳文章 題為《習近平的調研故事》 對中共所謂的調查研究進行宣傳鼓動 然而 歷史證明 能夠反映出真實情況的調查研究 並非中共所要 而冒著個人風險反映真實情況的 往往遭受中共迫害 在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 一如既往的使用了文革式的政治高調排比句 例如 文章裡的三個部分的標題分別是 《創造偽業的法寶 講究方法的藝術 解決問題的鑰匙》 但是中共真的對調查研究如此重視嗎? 正如中國大陸 民間所總結的 中共一貫所做的不是解決問題 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從中共的歷史 也可得出結論 真正反映問題的調查研究不僅不為中共所喜 而且提出者屢屢遭受政治迫害 例如中共1959年的廬山會議 中共元老李瑞在其《廬山會議實錄》中記載 根據彭德懷提供的《廣州軍區》 據42軍政治部報告 軍隊中一些幹部對經濟生活有抵觸情緒 他們認為經濟緊張是全面的 長期不能解決的 有的人講 現在除了水和空氣以外 其他一切都緊張 中國大躍進局勢聞名 但我懷疑 市場緊張就是證明 公社的優越性是宣傳出來的 一些軍隊幹部認為 經濟生活緊張是由於路線上有錯誤 說 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 而且帶有路線性質的錯誤 中央要負責任 有位排長聽戰士唱《社會主義好》這支歌時不耐煩地說 算了 不要唱了 我看這支歌非修改不可 海南軍區一個指導員說 什麼敵人一天天爛下去 我們一天天好起來 我看社會主義建設倒是一年不如一年 還有位排長講 在公社勞動 還不如給地主幹活 給地主幹活有飯吃 還給錢 報告中 講這些話的人都有名 有姓 有職務 但是中共對這些值得調查研究的問題是如何處理的呢? 李銳在其書中介紹 16日到8月1日 從揪左與反右的對立交鋒 突然轉到大反右傾 8月1日前為政治局擴大會議 8月2日到16日為八屆八中全會 大批彭皇漳州 最後全會通過保衛黨的總路線和關於反黨集團的錯誤兩個決議 為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 這就是中共的調查研究 共諜二代爆猛料 地下黨在這兒達40萬 周恩來好大嫂 家破人亡 阿波羅網方巡報導 推特賬號Lisa.x.子函7月4日發推文披露 一位香港朋友爆料 一 中共對香港的滲透一直都有 在港英年代都已經滲透好了 香港飛機場的所有重要部門 中共都滲透了 這位香港朋友自己就是間諜二代 他爸爸當年就是中共滲透到機場通訊部門的 二 中共曾想過在97年之前就強行收回香港 如果中共行動的話 中共的飛機飛到香港時 他爸爸的部門會保證雷達訊號等一切正常 飛機能安全降落 他還說香港啟德機場 早年沒被滲透時 如果遇到颱風或其他任何事情 導致飛機降落不了 替代機場是馬尼拉或臺灣 是不會去廣州白雲機場的 三 他還說中共在全世界都是間諜 都是情報收集 包括商業方面 比如一個韓國大公司老闆家 給他做飯的可能就是收集情報的 大老闆一句要做這個項目 要做還是不做就清楚了 這個情況和此前的BBC報導呼應 BBC在2021年7月1日報導 中共建黨百年之際 其在香港的存在 由地下走向公開引發熱議 資深媒體人程翔曾引用2012年中共十八大香港代表團名單推算 中共香港地下黨員人數達40萬人 但中共間諜下場都不太好 前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閆明富的父親閆寶航 是中共知名特工 但閆寶航在十年文革中被當成特務迫害致死 財新網說 閆寶航被稱為中共情報戰線最出色的國際戰略情報專家 閆寶航妻子高素40年代在重慶曾多次被周恩來讚為 我們的好大嫂 革命的好媽媽 文革中稱了反革命家屬 斷了生活來源 患肺癌去世 閆寶航的四個子女哀整 長女閆寶師 被當成安山市最大的特務份子遭批鬥 後被下放農村勞動 長子閆寶新 被說成是閆寶航派到延安的戰略性特務 被開除軍籍 下放荷蘭山勞動改造 次子閆寶志被隔離審查 下放湖南農村勞動 在批鬥會上突發心口痛 不久病亡 危險迫近 差90米就撞上 中飛4艦艇再爆衝突 菲律賓海岸警衛隊5日指控 中共巡邏艦在南海海域攔截兩艘菲律賓船隻 稱該舉動非常危險 新頭殼引述法新社報導稱 此次攔截事件發生在6月30日 當時一艘菲律賓巡邏艦正停泊在仁愛礁執行例行任務 向菲律賓海軍陸戰隊提供補給 當這艘巡邏艦駛進仁愛礁潛潛灘時 兩艘被指派護航的菲律賓海岸警衛隊船隻 遭到兩艘中國巡邏艦抵近攔截 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發言人塔里埃拉說 其中一艘中國艦隻 距離菲律賓軍艦艦首只有約90米 迫使飛防船隻減速以避免碰撞 塔里埃拉稱 中國在這一距離攔截菲律賓船隻是非常危險的 兩艘船很容易因此發生碰撞 當時中國巡邏船甚至還越過菲律賓軍艦艦首 多次做出危險舉動 4月23日 菲律賓與中國船隻也曾發生類似事件 美國及其盟國最近頻繁就中國艦機操作 進行危險接近或不專業攔截 提出指控 6月3日 美國海軍中雲號驅逐艦與加拿大皇家海軍蒙特利爾號護衛艦聯合過航臺灣海峽期間 中國軍艦蘇州艦以危險動作攔截美艦 險協釀成兩艦相撞事故 當時兩艦只有166米的距離 中共事後還對這些機艦的相關人員大表讚揚 種種跡象顯示 用危險迫近來逼退中共所稱 侵入領海領空的戰機和船艦 已成為中國解放軍和海警的新常態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因此為人民絕 confirming永遠的發電識 並且滾一下 終於表示 感谢观看